施重飞行训练 施重飞行训练是在按抛物线飞行的大型飞机上进行的 在地心引力无处不在的地球上 只有在飞机进行抛物线飞行时的某一时间段 才能让人体验到几十秒钟的施重感受 1998年 我国派遣14名航天员赴俄罗斯 进行了施重飞机飞行训练 使航天员体验和熟悉施重环境 掌握施重条件下的操作技巧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基本方案是载人飞船乘坐一名航天员 监视着飞行过程中重要指令的执行情况以及飞船运行状态 并向地面报告有关情况和补发有关指令 飞行期间 杨立伟多次于地面通话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帜 向全世界人民全体中国同胞问候 向同一时刻在太空工作的外国同行问候 他还从太空拍摄了美丽的地球图像 记录下了自己的太空感受 崩盘有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